龙氏祠堂 临选何故 先人为敝 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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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啊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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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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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你有疯病啊 啊 那你挤上来干啥呀 我想当河姑 你是不是以为 当了河姑 就能吃香的喝辣的 这辈子 大富大贵 告诉我 你爹 是不是正骗你的 说 我爹 死了 他没见过 快出来了 晦气 打着剑 奶奶 哎 您就教我吧 我愿意当河姑啊 我回来 为什么要当河姑 我 我 我 大点儿事 呃 救你了 救你了 洗干净点啊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这个吧 那些贡品都不知做出来多少日子了 不能吃的 新出锅的包子 香油获得馅儿 你不爱吃 吃吧 我知道你饿 香油获得馅儿 今天不只包子 是粽子 这个送给你 今天端午节 你带上它 会带来好运气的 啥 这是香包 送给你的 带我儿子走 是 带来好运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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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去 には 再 wenn 带来好运气, ark 好运气的 而用少女作为和孤计和 则是封建社会的恶损 银子被绑在咆哮的大和之派 它将成为那个迷信盛行年代 欺赏品 和臣战战脚 戴上您的新娘子 和臣战战脚 戴上您的新娘子 恭贺和神大婚 保佑我孝季同流与孙 贼贼皇上 保佑我龙家 多子多孙 福寿绵长 保佑我孝孙 和军 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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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公 和公 武老公 和公 谁 抄杀我 托把水 托把水 去 把他推河里 让他嫁给河神 别让狐飞给他揍着 快去 好好好 这新娘子长得人俊呢 别归爷了 奶奶的敢打老子的黑枪 老爷 老爷 姑娘 你可不回寨了吗 你忘后躲 别过来 别过来 这怎么干着干着活还睡着了 娘 你又做梦了 你们两个丫头骗子 这都过了晌午了 咋不叫娘给你们做饭呢 叫了 娘不行 不行 这的鸡蛋还够饭吃 你爹走了几天了 两天 说几天回来 每天 三天 四天 三天 三天 四天 四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四天 四天 五天 五天 尔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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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少爷 徐少爷 龙夫给您磕头了 龙夫你起来 徐少爷你起来 不是 少爷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要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突然就不 徐少爷 徐云没病吗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就是二少爷 别管我 别管我 儿 你可回来了 不是 你没事 你跟我说你病得不行了 你不是救自己吗 不说我病了 你能回来吗 齐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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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难过去还是骗我 二少爷 你别走啊 千万别走啊 二少爷 二少爷 请您别走 请问您 让开 二少爷 二少爷 儿啊 没骗你 娘是病了 得的是那种 娘想儿子 想出来的想病 看着个没事儿似的 可是娘的心 都快碎了 当年就是因为娘说错了几句话 你就离家出走 一走就是十年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这个当娘的 能不想你吗 啊 请我呀 姐姐 你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 你给我一个 哎呀 你给我一个 不怕你 请我 你给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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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咋了 娘 娘 娘没事 娘就是有点头晕 娘没吃饭 是不是饿的 娘不饿啊 娘舍不得吃饭 准是怕我和妹妹吃不饱 瞎说 家里那么多吃的 娘是不想吃 娘 我去给你倒杯水 我去给你倒杯水 娘 喝下茶水吧 坐 别人哪 是酸儿辣女 娘跟她们是反着的 娘怀你们俩的时候 整天想吃酸的 难道啊 都得蘸着老醋吃 这回 娘想吃辣的 肚子里啊 准是小弟弟 给你俩起的名字 真没白起 终于把弟弟给盼来了 赵来了 娘 我没有弟弟了 弟弟 弟弟 你爹要是知道了 真把乐得不高 这位大婶 你找谁呀 找你呀 我看念人眼生 不记得在哪儿见过了 您找错人了吧 错不了 我找的就是你 你姓孙不是吗 我娘家姓孙 我看你也不像个红妹子 怎么就缠上 我们家二少爷了呢 谁是你家二少爷呀 你一定是找错人了 请您出去吧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姓蛇 是龙家的大管家 龙家 哪个龙家 这方圆极百里 不知道皇帝老子是谁的 饿不死 可不知道我们孝姓龙家的 怎么活 孝姓龙家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装算 你缠住了龙家二少爷 给他生了两丫头骗子 现在都长这么大个了 你不会想跟我说 你压根不知道 你嫁的这个男人 他姓龙 是我们孝姓龙家的二少爷吧 你说什么 我男人心机 我男人心机 季宗 娘想好了 我这岁数大了 身体也不好 你回来了 以后 这龙家就交给你了 我大哥身体怎么样了 不好 不好 上个月从省城请来的杨医生下的诊断 这瘫是治不好了 这命啊 也就不过三年了 怎么会这样啊 自打那年 他从马上摔下来 这都瘫了十三年了 吃喝拉撒都在炕上 你大哥那么要强的人 这憋屈都得把他憋屈死 我看了我大哥去 儿儿啊 不急不急 你回来的事啊 我还没跟你大哥说呢 为什么 你是不知道啊 现如今在家里 娘要做点什么事 还得想想你大嫂后会不高兴 不是 你现在是龙家的当家人 为什么做事要看她的脸色 这几年哪 她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想让她呢 在龙家的宗亲里 抱养一个男孩 可她却抱养了自己的娘家侄 这你是知道的 那女人是何兮万家的 你太爷爷在世的时候 咱们龙家和他们万家 就一直是争来争去 快一百年了 她这么做 明摆着就是要抢龙家的家业嘛 儿儿啊 娘可都指望你了啊 你可得赶紧给龙家延续香火呀 好 好 好 同城的洪小姐 人长得漂亮 知书达理 富贵香 多子多福的命 娘已经派人跟你相过了 她要是能给娘做二儿媳妇 娘做梦都得笑醒了 不是 娘 我写过家书了呀 我已经娶了媳妇了 我儿儿啊 这在外边瞎胡闹的事 还能算数啊 我都知道 那村姑不就是给你生了俩丫头骗子吗 你放心 娘会把他们安顿好的 你开个价吧 我们龙家有钱 我家夫人说了 既然被你讹上了 那就让你心满意足 你们这种人 不就是想山鸡变凤凰吗 那好 成全你 我家夫人菩萨心肠 她不想看着你们母女 吃苦受穷 不可能 绝不可能 我家孩子她爹 怎么会是龙家少爷 不可能 你不肯说是吧 那好 你站稳喽 别下意跟踪 我开个价 我一出口 绝对是你祖宗八代 都没听过的数字 畔帝 你爹怎么教你的 他进的门就是客人 怎么这么有规矩 这位大婶 孩子小不懂事 您千万别跟她计较啊 再有 我家孩子她爹姓季 绝对不是你要找的 龙家少爷 您再去别人家看看吧 别耽误了您的事 收起你这套吧 你这就是敬酒 不吃吃罚酒 怎么着 你以为我治不了你吗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到官府去告你 告你勾引我们家二少爷 你看看官府怎么治你的罪 走 娘 你没事吧 娘 娘 家 娘 娘 她是一村姑 不是什么大压闺秀 但她是我的恩人 当年我落难古方村 不是她的话我早就没命了 这么多年在乡下过生活 不管是抡厨的重地 挑水砍宅洗衣服做饭 人家没让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是没给我生儿子 给我生俩官女 我真心喜欢 娘 你让我休憩 我万万做不到 我的儿啊 娘已经做主给你说了 洪家这门亲事 那就不能反悔了 洪家我们是得罪不起的 骗 骗 你就知道骗我 我奶奶都说了 普天之下 除了皇帝老子 我们龙家谁都不怕 什么同城和洪家 听都没听说过 有什么得罪不起的 哪儿 有想法 你是不知道 咱们孝星新来的县长 姓洪 同城人 我说的这个洪小姐 就是她的亲侄女儿 洪小姐是个新派 在省城念的大学堂 听说我们提亲 就自己跑到孝星来了 你要是不跟他见面 那县长大人的面子 往哪搁呀 还不得恨上我们龙家 现在是民国了 在孝星县长的官最大 你要是得罪了他 咱们龙家可没得好 不是 怎么跟你说 我给您跪下 反正不管怎么着 你让我休息万万做不到 那我也给你跪下 不是 你干什么你这是 你这不是折我的冲 你起 你起来你啊 你起来 你起来 老二少爷 我可是第一次来孝星 有什么好玩的 你跟我讲讲吧 好玩的 好玩的 我 我姑女好玩 大姑女六岁了 堂食能背上一百多手 偶尔有背错的时候 床前明月光 仪式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红掌波轻波 大字写得也好 但是不是用毛笔写的 都是我用棍儿 在地上浇的写的 二女儿更好玩的 二女儿就跟小子一样 这才四岁 上蹿下跳的 站上我就是好 这个 没人倒是没提 最好别让我叔叔知道 他会不高兴的 不过 我倒是不介意 您的两位千金 一定很漂亮吧 将来 我可以教他们弹钢琴 原来 董上也是丧偶啊 说什么呢 我媳妇活得好好的 什么 你们龙家诚心信的我 龙家仗着有钱欺负我 叔叔 我爹死了 我救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我就不明白了 龙俊宗真是胆大包天 您是一线支掌 还竟敢让您 受如此齐齿大乳 老师 喂 云密塑 是我 伯伯 我记得上个月 有人举报龙家粮占 卖发霉的粮食 不不不不 这种事情怎么能不查呢 要彻查 还有啊 昨天谁跟我提起过 他们龙家想捡田赋 告诉他们 不行 他们龙家那么多的地 给他们捡了正负交受损失 税负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他们这些大户人家想着烦的 偷逃赋税就是为富不仁 记忱啊记忱 这个娄子你可捅大了 你可知道 人红县长四十岁没成家 就把这个亲侄女儿当掌上明珠 人家今天已经发话了 只要在孝心当一天县长 就收拾一天我们龙家 我说我不见 是吧 你偏让我见 这下我给你捅头子了 这样 你就跟红县长这样解释 你说 这也助手我已经给你赶出家门了 你让他记我的仇 别记龙家的仇 我走了 你 你 你不去走 娘 你就放我回去吧 我和我孩子媳妇说得清清楚楚 一来一回就是五天 我这就凭两条腿走 我没前顾车 一百多里地 我现在不走的话 五天这肯定回不去 这孩子见不着 爹他哭 你 站住 你心里只有媳妇和孩子 像不你娘没有 这么大个家就值着一个富道人家 我已经够难的了 现在你又得罪了县长 你还要一走了之 你不管我的死活了 云妇 来 来 来 不是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 二少爷 二少爷 是夫人让我们跟着您的 还说 要是您跑了就 二哥打我们的板子 老冯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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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全力都推你干活 不是 跑得还挺溜你 你是大管家 告诉他们 别跟着我 二少爷 您离开家十多年了 有些事您不知道 我已经不是大管家了 那你现在是什么 看大门的 啥 看大门的 我这看您回来了 怕需要人伺候 所以我才跟着您 可是夫人派了这么多的吓人 我 我还得回去啃大门吧 二少爷 您到底是要去哪儿呀 我去我大哥那儿 二弟要来看我了 快 快请他进来 是 站着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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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请 告诉龙老二 大少爷不想见你 是 是 我们兄弟十年不见 他好不容易回来 怎么能不见呢 就是啊 都十年没回来了 还回来干嘛呀 就你啥 他就知道你快不行了 回来跟你争家产的 儿子 儿子 快过来 孩子已经管你叫了爹 连信都改了 你不为你儿子想想呀 万一 万一你要是撒手走了 家业 又都被老儿给霸占了去 我们孤儿寡母的 怎么 我呀 古宫村老绝户 孙老头子的养女 老两口都死了 连门撑腰的亲戚都没有 这么一个乡下女人 你都收拾不了 夫人 您别着急 您说咱龙家 想收拾谁收拾不了啊 只是那个女的她 她怎么了 吞吞吐吐的 快说 她又有了身孕 这两回生的是俩丫头 您说要是这回 万一 万一又是个儿子 那龙家就有后了 是啊 快去 把二少爷给我请来 娘 娘 我求求你了 你放我回古宫村行不行 我这当爹子从来没立刻个孩子这么久 只要说好五天回不去的话 孩子想爹哭 既然你这么惦记 那就把他们 都借回来吧 您说什么 你以前是娘的错 逼着你离家出走 既然你在外边已经成家 让你休妻你又不舍得 那就把他们都借回来吧 反正是一家人嘛 这恐怕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啊 龙家的规疚我懂 我媳妇就一村姑 和龙家门幕当户部队 这么多年 我在外面过习惯了 我们一家四口在古宫村过得挺好的 儿子 你不看娘的面子 也要看龙家祖宗的面子 龙家祖训 知恩图报 他救了你的命 还给你生了俩闺女 该把人家接回来 真的 娘 那是 我这就让管家多套几辆车 乔罗打鼓地把他们接回来 还不行吗 伤疤 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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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婆婆找你啊 小舌人你给我过来 你这个蛇蜆 这心畅的女人 你 你对我老婆孩子做了什么 我做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做啊 你什么都没做 他们不见了 那 那我哪知道啊 倒是你那大丫头 咱家大小姐 泼了碗一脸热茶 烫得我够呛 泼你活该 你肯定对他们做了什么 把他们吓跑了 打你个狗奴不猜 干不老小姐 谁看我老婆孩子啊 躺地儿 她爹 你别着急 半个时辰前哪 我就看见你老婆孩子 慌里慌张的 奔着村东头走了 应该还没走远 快来人给我牵马 你别着急 媳妇 爹 二少爷 求求你 放过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吧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刚刚知道 你是龙家的二少爷 我要是早知道 我绝不敢嫁给你 求求你干在咱们夫妻 一场的情分上放了我吗 什么意思 媳妇 你不是来治我罪的 治你的罪 你是我媳妇 你给我生了俩闺女 你救过我的命 你是我的恩人 何罪之有 你看你把两个闺女吓的 你看你把两个闺女吓的 我来找这儿 过来过来过来 爹 想爹没有 想了 想 想了不 亲爹 潘爹 爹 你是不是说过 想跟爹一块儿骑大马 对啊 爹 是不是和妹妹一块儿骑 是的 怎么了 孩子 爹爹 站那儿干什么 还不赶紧跟我一块儿回家 走嘞 去大马喽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媳妇 你一直跟我说你姓季 那是 是季啊 那龙济宗吗 你既然是龙家的人 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 我当然认得你了 你是我孩子他娘 是我的好媳妇 我是说当年 我在河边救了你 那时候我看你就觉得眼熟 好像是在哪儿见过 你一定也认出我来了 可是你就是不说 你是诚心骗我的 你骗骗了我十年 不是 我骗你什么了 媳妇 二十老爷 你这 这怎么了 媳妇你这是 又下跪又说怪话的 是不是姓神那婆娘 要吓唬你呢 把抽的亲我 不是 这不信了我就 亲我媳妇人 不是不是 什么不是 我告诉你 不用怕他们听见 我想不抽死的话 我不知道我满我一三只眼 欺负我媳妇 不是不是 我真抽的呢 行了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 我终于想明白 为什么我一见到你的时候 就觉得眼熟 那是因为我们在龙家的时候 经常见面 你是这辈子 第一个对我好的人 你总是偷偷地跑去给我送包子 刚出锅的 香油获得下 不是不是不是 媳妇你 你这不是正把我说糊涂了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二少爷走南闯北 记不得我这个卑贱的人 也是人之常情 可是 我一直都记挂着 你看 这些年 我一直都把它戴在身上 总是能闻到它的香味 这是什么 那年你送我的香包啊 不是 我们从小就认识 不是 我还送过礼物给你 不是 我们在哪儿认识的呀 二少爷 我就是当年被龙家 关在祠堂里的河姑 因此 我十四岁那年 本来应该扔到大河里 济河被淹死的 去捡了一条命 我知道 河姑不能嫁人 可是 我偏偏遇到了二少爷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二少爷 求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 让龙家 放我一条活路吧 我说 媳妇 你怎么又跪下了你 什么豁了香油馅的包子 什么何故 想起来 想起来何故 是 是 是有一个河姑 我奶奶和爹 死的那年是逃走了一个河姑 当时我还替她高兴来着 你说不值得高兴吗 是不是 她一个大活人 你给扔黄河里头 系 系大河里 你惨不惨人 我跟你说 媳妇 我也是当爹的人 我现在有个门女 谁敢拿我门女 当河姑系黄河 我不挠死她 我都跟她拼命了 皇上爷救我 你听到她拼命了 小启 我不会 我 都无法 叶子